你心裡有這麼多貨要吃嗎? 多風光 只是多虧俊哥關照而已 我喝湯,你吃湯渣,好像肥死你 充公回來的貨什麼都有 易吃的有,難吃的也有 還有很多貨摘在這裡,不能賣出去 是我才能接下去 最適合聽的這句話 好吃難吃,你也能賣出去吧? 好,就給你一件事,絕對好吃 你替我搞定它 今天之內,替我找三瓶羊酒回來 奴役十二 奴役十二? 整個廣東山找不到一瓶的 你說什麼都能賣出去 總之我不管,你今天之內替我找回來 三瓶羊酒而已 去市政廳等你 小心點,不要打破了 來,給我看看 這些就是法蘭西路易十二嗎? 沒想到我們真的有 你睜開眼睛看清楚才行 你不懂得看法蘭西文,數字也懂了吧 你們要找到十二嗎? 真的沒有,找到人都沒有 這是什麼? 三瓶羊酒 這瓶就是法蘭西三瓶羊酒 傻瓜,就是不是,就是雲吉 吉就對了 我找三瓶羊酒給你 許師長,你有所不知 其實路易十二是分軍裝和便裝的 有這樣的事? 當然有,就等同於許師長你這樣 在家見客的就會穿便裝 但是公事見人,出席大場面的 當然就穿軍裝了 上次許師長你喝過一瓶 是法蘭西人在家裡帶來的 就是便裝 如果這次帶來的幾瓶 是正式進入口貨 那當然就是軍裝 但是我明明記得 上次喝那瓶有些數目字的 這瓶只有三顆星嗎? 許師長果然是目光銳利 如果比起其他人 拿著在手也未必分得出來 其實很簡單 路易十二是法蘭西皇帝的兒子 他排第十二,所以就叫路易十二 而他哥哥就叫路易十一 這個我知道 法蘭西皇帝不就跟我們中國皇帝一樣 後宮老婆幾十個就生了一大鬥 是呀,許師長真是見識廣博 這個路易十二其實來頭一點也不少 他曾經幫他哥哥打江山 有勇有謀 還納個不少的汗馬功勞 後來他哥哥十一做了皇帝之後 為了他搭著這個弟弟 就把我們法蘭西最漂亮的酒 命名為路易十二 還像他三星君下 三星君下 而路易十一做皇帝之後 就自封自己為四星常將 就像我們元大總統一樣 元大總統 而他弟弟路易十二 曾經有禁打軍功幫過他 所以就封他為三星終將 剛剛低和第一級 就像許師長你一樣 是三星終將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許師長, 那就適合你的身分了 說得好, 有意思 來, 開來喝 是 許師長 果然好酒, 夠香, 夠醇, 夠勁 繼祖, 我幫你請多君政兩屆 還有一群女長、團長 全部都來看你娶老婆 有百多人, 也要多拿一百瓶路易十二 請他們喝 許師長, 找這三瓶回來已經不簡單 還有一百瓶這麼多 我上次跟他們說 佛拉西酒有多好喝 他們一個一個死都不肯相信 這次讓他們一人一瓶 塞住他們的嘴巴, 誰? 許師長, 大家都叫我做丁一元 那一百瓶酒, 你能否做得好? 沒問題, 我會吩咐他做 魏俊, 你這次做得好? 謝謝許師長 只要是師長你吩咐我做的 熟客一定會裝得兔兔兔 來, 多喝一杯 這次真的謝謝你 是小意思 其實你也挺有辦法 找幾瓶酒難不上我的 我是說你的急財 在這種情況下都能指鹿為馬 而不讓人吃穿 少一點急財都不行 副師長 酒我雖然不會喝 但是對西方歷史也略之一二 奴役十二不是奴役十一的弟弟 法蘭西皇帝根本沒有這麼多兄弟 我也是聽回來的 最重要是大家聽得開心 就當故事一樣聽聽 那瓶奴役十二呢? 我也要當真 那瓶真的是奴役十二 這個世界根本沒有奴役十二的酒 只有奴役十三 你拿來的那幾瓶只是三星酒 在巴蘭底來說, 屬於最低級 看來副市長對酒也很熟 我雖然不會喝酒 但是身為副市長 之前法拉西人打算拿洋酒 來我們佛山買 要經我親自審批 所以我就去研究巴蘭底的資料 巴蘭底的等級 是根據殉藏的年份來劃分 三年的只是最低級, 也就是三星 四年的是VSOP, 六年的是XO 而超過這個年份的就是最頂級 也就是奴役十三 其實奴役有多少兄弟 這就是三星 還是奴役十三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許司長的信奉十足 然後幫你們解決了一個大問題 是, 不過… 副市長, 我知道你難做了 喝吧, 那八瓶的巴蘭底 幫我丁一元身上 最重要的是 那天許司長喝得開心得高興 大家就高興了 等等, 你拿過一百瓶 應該都是最低級的三星酒 你不會打算收我奴役十三的價錢 多虧副市長你高抬貴手, 沒拆穿我 我怎麼敢收你正價 三星巴蘭底的價錢多打個八折給你 當是賀利大分之喜 那謝謝你的那批, 奴役十二 放心吧, 我要親自送上了 副市長 天下 夜使勢 雞大 外景 宇宙 吳廈 明天喝 試勢